大年三十的时候呀 大鱼大肉的肯定少不了 到时候拌上这么一盘小凉菜 清淡又解腻 首先准备一碗泡好的木耳 银耳的根部向上放入盆中 加入凉水 少加点白醋 上面压上一个盘子 这样能快速的把银耳泡发 再准备一根黄花 用刀拍碎 这样更容易入味 再切点香菜段 看这就是泡好的银耳 干净漂亮还出处 把银耳的根部剪掉不要 用手当了石头小块 锅中水开 先下木耳焯烫一下 等再次开锅的时候 下入盐耳烫30秒 迅速的捞出 放在凉水中投凉 挤干水分 加入香菜段 蒜末 红尖椒丁 还有切好的黄瓜 调味加入酱油 陈醋 盐 鸡精 白芝麻 白糖 花椒油 辣椒油 抓拌均匀 阿龙主页已经更新了 快400多道家常美食了 如果你每天不都吃什么 那就给我留个关注 我每天都会更新一道 简单易学的家常美食做法 希望对您有点帮助 就这小菜 年轻饭的时候 就为小光了 喜欢这道小聊菜的 别忘了点赞收藏 感谢支持